共度圣若望福音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 玛利亚玛达琳娜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已从木门移开了 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德路 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他们便跑往坟墓那里去 门徒从坟墓回家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 他痛哭的时候就扶身 向坟墓里面窥看 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 那两位天使对他说 女人你哭什么 他答说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 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说 女人你哭什么 你找谁 他以为是圆钉 就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娶回他了 耶稣对他说 玛利亚 他便转身用西伯来话 对他说 拉布你 就是说师父 耶稣向他说 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生到我的父 和你们的父那里去 生到我的天主 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利亚玛达里纳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 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三美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一起看 玛利亚玛达里纳 这位妇女的典范 圣若望之所以 把她和耶稣相遇的事 特别记载了下来 是因为 愿意让自己的教会团体 看这位女性 这位忠实的门徒 透过其他的福音 我们知道 这位玛利亚玛达里纳 在她身上 发生过重大的改变 原来她是一个罪夫 原来她生着重病 原来她富过七个魔鬼 我还不是一般的人 也算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全城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人的 半疯半傻 在带着 差不多精神病 结果遇到耶稣之后 变了 她开始跟着耶稣 原来在她的生活中 觉得没有意义 东跑西滇 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遇到耶稣以后 就开始 跟随耶稣 和其他的一些妇女 他们 跟着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们 为他们服务 在这里我想强调 父女的圣照 这可是非常美的 在女性身上 所显示的这种温柔 这种爱心 是男的 一般的男的 所不具备的 因为天主 就是赋予了女士 这种特质 就像天主 创始级上 造爱瓦的时候 说我要给 亚当做一个助手 他就是 助手的意思 是陪伴 在旁边陪伴 他不是第一个 冲上前去 做什么 让男的在后边 而是他紧紧地 陪伴着男人 就像玛利亚玛达琳娜 这几位妇女 他们跟着耶稣 做其他的服务 做饭 洗衣服 采购 毕竟这一大群人 在外边传教 这几位妇女的角色 功不可磨 说到这里 我就很感慨 看到今天教会中 很多的妇女在服务 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 就是今天的 玛利亚玛达琳娜 或许以前 你们追求的是美貌 追求的是财物 追求的是其他的 各种世界上的东西 但是你们一旦改变 就开始转向教会 去服务 这个很美 一方面在教会服务 另一方面其实更看不到的 是你们在家庭中的服务 陪伴着丈夫 陪伴着孩子 不像男的在外边打拼 工作很多 回来之后一年赚了多少钱 有时你们很多的家庭妇女 为了这个家 不得不放弃 外面你们喜欢的工作 你们全部的投入在这里 是一种默默的牺牲和奉献 为了这个家 在做着各项男人们 看不到的服务 你们在做 这是我第一点看到的 玛利亚玛达琳娜 他在耶稣的生命中 一直跟随着服务 随后我们看 玛利亚他对耶稣的寻找 一直所爱的耶稣 被埋葬在坟墓 他找不到了 他受不了 我一读这个福音 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动 天还很黑 玛利亚就跑向坟墓 在这里看到了他的爱 他不能睡觉 他要去找他所爱的主 今天多少人 天还很黑 就去到 身体那里 哪怕在半夜 不睡觉也要起来 在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 可是我们来找耶稣 我是在这里得到的灵感 耶稣 耶稣不说不说话了 天主的沉默 并不等于天主的不在 并不等于天主的缺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天早上跑了 第一次去了 一看就马上跑去告诉宗徒们 随后又跑去 宗徒们都走了 他自己坐在那里哭 耶稣来了 我非常余 我非常佩服 玛利亚的信德 或许这也是 深入望所强调的 这种信德是 遇到死亡 不会窒息的信德 我们平常对天主的信仰 对天主的信赖 遇到死亡的时候 可能也就熄灭了 平常挺好 家里突然出了事 一位亲人有意外 随后我们的信德 就慢慢地萎缩 天主在哪里 哦天主爱我们吗 我真的体验不到 算了吧 慢慢地这个信仰 在我们心里熄灭 在这个家庭中消失 一遇到困难 迫害 一些生活中重要的选择 我们就放弃了天主 可是在这里 我说玛利亚的信德 是一种遇到死亡 不会熄灭的信德 多么了不起 一位女性的刚强 她一定要找到她所要的 她找到了 今天在祈祷中 我们寻找 也会找到 我们在找吗 我们很多的心思在找 这个世界上让我们 哪怕满足意识的东西 最后 玛利亚遇到了耶稣 她会去报告给其他的人 福传 这就是福女 天主 给的这个特质 她的心很软 很温柔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失去耶稣的痛苦 她也理解别人 失去耶稣的痛苦 所以很主动的 就走向别人 去报告这个消息 去带给人安慰 她是一个 杰出的门徒 听到 看到耶稣 她去付传 去宣报 去把这个好消息 带给受苦的人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想有好多话 可以是对 每位女性的赞美 也有好多话 对女士们的鼓励 今天在你们面前 有这样一位 杰出的表率 她服务 她 陪伴耶稣 她 把喜乐 安慰 带给身边的人 这个是崇高的女性 是每一位 女人的圣招 但愿我们 祈求 圣父 玛利亚 玛达琳达 帮助我们每个人 所忠实的门徒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